他嫁歌坛巨星,多年隐婚无子,二女共适宜夫,忍无可忍出家为妮。 在他当红的时候,他一度和张国荣相提并论,为此两人的粉丝常常掐架,甚至有一次,几千粉丝大打出手,令张国荣在停车场被困六小时,从84年到89年,两人被比较了五年。 直至谭校长宣布退出任何颁奖典礼,在歌坛,他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巨星。 而他,在感情上的经历更是丰富,令人忍不住羡慕他的奇人之福。 在他还是一个没有成名的小歌手时候,25岁漂亮,青春逼人的杨洁威在灯火辉煌的夜总会一眼看中了他,从此开始了一段纠缠不清的爱恋。 和谭永林相爱以后,杨洁威辞去了化妆品公司的职务,甘愿做谭永林背后的小女人,孩子掏腰包去学舞蹈设计,舞美编台,灯光调度,对谭永林的穿著,海豹设计更是亲自把关。 80年,相恋七年的恋人低调成婚,没有婚纱,没有亲友的祝福。 穿不穿婚纱算什么,只要能嫁给心爱的男人。 甚至为了谭永林的事业,放弃做母亲的权利,屡次堕,胎。 婚后,杨洁威在家专心照顾公公、婆婆,在谭永林的事业上也是倾力相助,而谭永林也一步步成名, 84-87年连续四届夺得最受欢迎南哥新奖,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皇巨星。 直到93年,由于谭永林为岳父的一篇复文,引起媒体惊呼,谭永林原来早有家世了。 面对的舆论,杨洁威挺身而出,维护丈夫,是我坚持这么做的,与谭永林无关。 为了你,我愿意面对全世界的质疑。 然而,由于屡次堕胎,她悲哀地发现,自己已经永远无法生育。 而谭永林也感叹,自己的香火无人继承,两人的感情产生裂痕。 在一次歌友会,谭永林认识了年轻貌美小她22岁,刚刚18岁的朱永平,两人的地下清持续了5年,享受朱二女士衣服的日子。 直到96年,朱永平意外怀孕,谭永林在满月时抱住孩子的照片被拍到,两人的地下恋情曝光。 杨洁威只能委屈地默许,毕竟自己已经无法生子,而且在这个男人身上她付出了女人一辈子最美的时光。 信了佛的杨洁威,只能夜夜独守控房,忍受住丈夫和别的女人的甜言蜜语。 生下儿子的朱永平,不断给谭永林吹针边疯,劝她多陪陪儿子。 而且很有生活情绪,令她乐不思蜀,地位越发巩固。 谭永林与发西的检验机会越来越少。 谭永林也说,这种混乱关系,希望大家不要学,也不是每个人能学到的。 为了弥补发西,她将将近十亿交给妻子达理,然而她不知道,杨洁威并不在乎两人的财产,只是想丈夫多花点时间陪她。 越是隐忍,越是放肆,朱永廷被带进家门,带着孩子,讨好婆婆。 07年,被拍到谭永林带着朱永廷到铜锣湾吃饭,三代铜堂过冬至。 09年,谭永林,61岁,大首,谭永林带着朱永廷漫长敬酒,好友们改口叫大嫂,朱永廷跪下为婆婆侦查,用意明显。 后来,越来越多的嘉宾唱和,很少能见到发西杨洁威的身影。 而原来由杨洁威打理的财产,也被迫交出,将来有谭永林的孩子继承。 在这场爱情的战争中,他终究一败涂地。 泛儿出家,从此清灯顾佛,相伴一生,只能守住一个妻子的名分度日,从此过老。 他终究是不幸的,为了丈夫付出三十年,屡次堕胎不能享有做母亲的权利。 或许,出家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吧,希望他能在佛法中得到兴许未及。